今天很感謝王大維跟郵昭基人 我們可以在這邊討論 剛剛郵昭基人還有提到說 大概這部影片為什麼會開始拍 大概是1990年那時候 我就開始記錄台灣的海洋、海岸問題 一直到現在 大概從1990年開始 大概是每十年會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有點像是海洋報告 像今年1月份播出的這部海 大概就是我這一系列的第三部 那主要會想要做這樣的呈現是說 因為在近二十幾年來 我們一直在做很多很多的海洋的問題 然後講了很多 那這一部呢我們是想要 用一個比較全新的方式 然後跟觀眾溝通 我想因為我們是 台灣市市面環海大家應該對海 應該不陌生才對 但是我想這一部想要讓大家 重新去用比較純粹的 用眼睛去看 用耳朵去聽 然後用你的心去想 你跟海洋的關係是什麼 那剛好現場我們有很多 那個我的長輩 阿公媽媽都有來 你們可以回想一下 想看看說 今天看了這個影片裡面 以前是不是似曾相似 現在還有沒有 那就是讓大家去思考 然後你跟海洋的關係 還有就是我們曾經 我們曾經依賴這個海洋 餵養我們 那我們現在回饋給這個海洋 是什麼 所以我用了這樣的呈現方式 就是當 因為可能很多人就是 雖然是他在海邊長大 但是他可能沒有看過 海底下長什麼樣子 譬如說我裡面有放母粒 他呼吸喘氣的排泄物 或者說他怎麼去吸海水 然後讓他長大了 或者說我們那個經常吃的鮪魚 或者說旗魚 他在海裡面長的什麼樣子 或者說那個 我們在市場上 譬如說我們買那個卵絲 因為一斤可能是500塊 然後他很好吃 但是如果說我們不吃他的時候 他在海裡面長的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如果 換了一個角度來欣賞他 會是什麼樣的情境 或者說我們經常在看到一些 觀光客去海洋公園看精準表演 那如果說他原來長在海裡面 他是應該是什麼樣子 或者說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去跟他相處 所以我提出了很多很多的 原來的樣貌 然後給大家去看 然後去思考 然後可以重新去想說 我們依賴海洋很深 那我們又回饋給海洋什麼 那我們要留什麼給下一代 所以今天很高興 就有一些那個小朋友來看 我當然很期待說 今天看到這些影像 你們有一天可以看到活生生的這些生物 然後也你的下一代 也能夠這些生物還能夠存在 所以這部影片主要的是這些功能 我在想啊 如果拍那個人的影片啊 那個主角都會有片蟲 那我們拍這些海洋生物啊 然後我們對這些主角 我相信柯桃業一定有做了怎麼樣的貢獻 因為至少在教育 讓我們大家都看到 原來海裡面長這個樣子 但是你應該在拍攝當中 也會發現一些政府錯誤的政策 然後有沒有達到怎麼樣的提醒的效果 對 那個像 我大概每十秒拍一部那個海洋紀錄片 然後當然討論很多 包括說政府的政策 或者說一般人的作為 那政府的政策 像我在前一部那個 那個基地珊瑚跟產行的時候 就討論到 當我們大量從海洋崛起各種的資源之後 那我們怎麼去保護它 然後回歸它 那其中就有探討到說 政府在做海洋資源保育的時候 最常見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那個余秒放流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投望人工余教 那我們就用紀錄片去探討它說 那他這樣的政策到底對海洋資源護育 是不是有實質的效用 那我們想要他提出一些評估 但是二十幾年來 他投了很多錢 做了很多工作 然後有很多的宣傳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很具體的 那個成效的評估 所以我們做新片去監督它 然後甚至是批評它 那一些做的不當的 那像這部影片裡面 我們就提出了一些 讓從公務門一直到明天一些思考 那我想說因為這是一月份播出 然後到現在 我還沒有辦法用這部影片去反推說 它產生了什麼樣的效應 但是呢在播出之後 有很多的回饋 不管是觀眾或者說學校 或者說公務門他們都 有給我們回饋 他們接著說他們有看到了 或思考到的一些現象 然後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們影片推出之後 它其實它可以引起討論 就是一個達到了初步的一個功能 那接下來下一步討論之後 去取得會怎麼做 那我真的是目前還不清楚 但是好的開始 就是有人一起討論 然後大家去思考 那我想第一步就找到了一起的功能 因為在我成長的過程 我們都沒有在學校學過有關海洋的知識 雖然我們都是住在海島的地方 那在海洋當中 我會覺得說 石斑魚為什麼最近都不見了 然後知道說我們捕魚的技術增加了 然後可以捕很多的數量 但是我看到那個石花菜的時候 我又嚇了一跳 原來我們也連食物也都把它吃掉了這樣子 所以那種石花菜這樣子的採集的數量 是不是也對於海裡面 吃啃食這些藻類的動物們也造成了影響 不曉得這一部分有沒有在 後續也有在追 因為我看到你們後來拍安上那麼多的石菜 石花菜 因為那個每一種產業啊 它都有一 我覺得是有一些像你剛才比的那個石花菜 我瞭解在東北角 它已經有超過百年的那個歷史了 那我想它百年來 它還能夠繼續採 那我想應該已經有形成一種動態平衡 那因為你剛才講不同的魚 然後它有不同的食物 然後在不同的區位 它有不同的那個種類在利用 那如果我以我觀察 就是說如果你東北角這一塊來講的話 就是當地人他在譬如說現在已經快進入秋天晚 或者叫冬天 然後他在不同的這樣高潮帶 就是潮電帶裡面有高潮帶 然後或者說飛沫地帶 或者說那個潮夏地帶 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藻類 然後有不同的生物在利用 當然包括人 那我看到目前 如果說整個整體的環境沒有 就是說污染 不要污染 然後不要開發 那我想它已經有形成一個動態平衡 不會說因為那個人的利用太多 然後就會影響到那個物種 那目前是看似沒有 那你講的是不同的魚種 因為主要是剛才講最大的是整個氣力的破壞 還有污染還有開發 這才是比較讓物種絕滅的一個主要原因 而不是說小量的 然後人的一個採摘或補牢的影響 大概是 我應該還是在輕易的問題